名字是誰? 練一下 討論時間 討論時間 是要報菜還是怎樣? 沒有沒有我是執行 對阿然後就是 航空前車靠過來這樣 所以你嚇一跳 對就嚇一跳 那有發生泛撞嗎 之後我就不知道啦 之後就是 就太騎太孽然了 照 skies經過為緩衝車行駛於中線車道 自小剋車行駛於內車車道 四小客车一步名往右插撞缓撞车 导致缓撞车撞击外车忽然后翻下别扣而造死 门起事故导致一人驾驶受轻伤 缓撞车的副驾驶乘客送衣服制 现在这个国道缓撞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曝光了 当时呢这辆缓撞车他们进行这个路边的掉落物减时作业 车子行驶的速度大约时速90公里 突然呢他的往中线切的时候 因为他的路间还有外侧呢有放交通追 他必须一遍换车道 没想到呢右侧开在内线的这辆黑色的油电车 自己看到车靠过来了驾驶不知道什么原因 车子就一阵抖动先向内侧撞了护栏之后 又往旁边直接撞上了缓撞车 就这样造成缓撞车一路失控 冲出了国道边波 镜头闪了一下 再之后呢已经停住掉落到桥下了 造成车上的20岁的驾驶受伤 旁边50岁的副驾驶呢 伤势相当严重 送医目前还在抢救治疗中 不过呢由于这个画面 刚刚已经提供给大家证实了 因为当时这个车货意外呢 大家以为缓撞车是在路边施工被撞 但现在这个证实这个缓撞车 当时是要进行勤务 它开在国道上面在行径中 时速也有在这个时速表上面呈现出来 并没有超速 也没有违规行驶 而是因为路边呢有这个交通锥 所以它变换车道切到中线 原本跟这个黑色的休旅车 都没有任何的差状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休旅车自己突然失控 撞了过来 才造成这个一人欧卡 一人重伤的车货意外事件 是否让我们在这个地方